韩国媒体称 首次公开相关历史视频 冷静门爆料人斯诺登 屈黄一枪并未登上去往古巴的飞机 其最终具象引发全球猜想 中国族企业向社会连发三封道歉信 向全国球迷和群众道歉 韩国今天宣布 洪明府为新任韩国国家足球队股教练 各位好 欢迎收看金利亚洲 日本七月即将会迎来参院选举 二十三号在选前最后一场考验 东京都议会选举中 自民党大胜 近一段时间以来 安倍内阁竭力保持右倾姿态 以便博出位争选票 韩国媒体说 有证据显示 日本安倍内阁明明掌握着 日军强征慰安妇的证据 却仰装不吃 满口谎言 二十三号 自民党在被称为参院选举前哨战的 东京都议会选举中获胜 时隔四年重新夺回 东京都议会第一大党地位 安倍晋三当晚表示 选举结果反映出 其执政半年以来的成绩 得到一定认可 他将会以此为契机 争取在参院选举中获胜 一旦自民党在参院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执政党自民党将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拥有多数议席 安倍的执政基础必将会进一步得到稳固 舆论担心安倍一旦如愿 推动修改日本宪法第九十六条 改变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等 都将会上升为现实的政治课题 届时日本军国主义空将彻底复活 对东亚乃至于整个亚洲都会带来新的安全威胁 近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否认二战历史 维钦会共同党首乔夏车等右翼政客 歪曲魏安富事实的言论 招致国内外众多批评 安倍内阁一直企图否认强征魏安富的事实 称没有证据证明 不过日前有日本议员揭穿了安倍的谎言 原来安倍那个明明掌握着日军强征魏安富的证据 却厚着脸皮洋装不知 二战末期大批荷兰籍妇女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 三宝龙遭日军强征被迫充当魏安富 这事件曾经诉许军事法庭 在日本法务省的庭审记录上 明文写着 日军将平民扣留营里的荷兰女性 带到魏安所进行监禁与恐吓 并强迫卖淫 日本政府于1993年发表的 承认强征魏安富并道歉的荷叶谈话 正是基于三宝龙事件 但是安倍内阁却一直宣称 日本政府的资料中并没有强征魏安富的证据 但日前日本共产党议员 赤领政贤就日本政府当年发表 荷叶谈话时 手中所掌握的资料仪式 向安倍进行质询 安倍内阁承认了其中包含 有关三宝龙事件的内容 这相当于承认了此前所谓 没有资料的说法是谎言 据不承认强征魏安富 仅仅是安倍保持右倾姿态的一种表现 在安倍看来 这既是保持政府团结的需要 也是拿下七月参议院选举的法宝 可以说为赢得更多选票 安倍内阁不惜煽动民族主义风潮 在右倾道路上越走越远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准备在七月下旬 及参院选举一结束 就出访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等与中国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东盟国家 日本独卖新闻评论说 此次出访意在通过进一步加强 与东盟各国的关系 来牵制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动作 近年一月 安倍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出访 就选择了属于东盟国家的越南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三国 5月份安倍又访问了缅甸 NHK电视台介绍说 12月日本将邀请东盟首脑 在东京召开特别会议 因此安倍晋三准备在7月下旬 即参议院选举一结束 就前往还没有访问过的 菲律宾 马来西亚文莱和新加坡等东盟国家 NHK电视台评论说 菲律宾 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围绕南沙群岛 与中国之间存在主权争议问题 所以安倍此行被认为是 欲加强日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独卖新闻则更露骨地指出 可以说 菲律宾等国与因钓鱼岛问题 而与中国处于对立状态的日本 立场是一致的 独卖新闻称 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对积极推行 海洋政策的中国戒备心越来越强 并已向中国提出了希望制定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的主张 并希望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嵌入这一准则 安倍希望借此次出访 与东盟各国就此达成一致 即南海行为准则 必须遵循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内的国际法 日本时事通讯社称 去年 菲律宾等国希望推动南海行为准则 因与时任轮值主席国柬埔寨之间的分歧 而宣告失败 而今年是文莱任东盟轮值主席国 安倍希望借此行向文莱表明 日本很盼望南海行为准则尽快签订 另外 作为加强海洋安保合作的内容之一 预计安倍在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 举行首脑会谈时 将具体磋商日本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巡逻船问题 在安倍之前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也将于本月下旬访问菲律宾讨论相关事宜 实际上安倍对于所谓价值观外交的执着 已经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 日本新网的消息说 日本前外务审议官田中军 今天在东京都举行的讲演会上 对于安倍首相的对中政策进行了批判 认为安倍的政策不会有好的结果 田中军是小泉内阁时期与朝鲜进行秘密交涉 并出现小泉首相访问平壤的功臣 他在讲演中认为 安倍首相推行的自由与民主之湖的对中包围战略是错误的 不仅不会阻止中国的发展 同时也不会给日本的外交带来什么好处 安倍上台以后一直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 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将全面修订 目标明确针对中国 此外 日本还希望结合具有共同价值观的 所谓民主国家形成全球性海洋伙伴联盟 以此在钓鱼岛分体上对付中国的正当维权活动 然而 安倍的这一战略能奏效吗 针对日本 东南亚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记忆 也有现实的国家利益 有泰国学者指出 美国和日本希望在东南亚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 价值观外交是政治规则的一部分 但是东南亚人对外来势力的介入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另有新加坡学者指出 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并不愿意跟着日本起舞 一些多盟成员国都想和中国搞好关系 他们意识到日本在当地的影响力下降 而中国的地位居足轻重 人民日报日前也刊登评论文章指出 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谋求经济区域合作的主流下 若日本继续过手冷战思维 以为构筑所谓自由繁荣之湖 既不利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大局 更有备于世界多数国家谋求和平稳定 合作共赢的良好冤枉 奉劝安倍麻生等人丢掉历史短视 放下价值观偏执 试着做一个与邻为善的建设者 而非充当以邻为恶的破坏者 朝鲜战争爆发当天 朝韩之间在大韩海峡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海战 韩国国防部近日从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处 获得了上述海战的影像 并于24号予以公开 1950年6月25号 在朝鲜人民军发动的突然袭击下 前线韩军不断的后退 同一天下午 韩国海军下达了紧急命令 韩国海军第一艘军舰从镇海基地起航 在抵达釜山东北方向海域以后 发现了一艘可疑船舶 也就是在有600多名朝军特种部队士兵的运输船 随后军舰与运输船之间开展了一场生死追击战 次日这场海战分出了胜负 这场海战是韩国海军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 第一次单独进行的海上作战 经过激烈的海战 韩国军舰以两人阵亡 两人负伤的代价击沉了朝鲜运输船 船上600多人全部葬身大海 我们再来关注棱镜事件曝光者斯诺登的最新动向 斯诺登23号突然离开香港抵达俄罗斯以后 俄罗斯媒体曾经盛传 斯诺登要乘坐北京时间 今天晚上6点05分的俄航班机 从莫斯科飞往古巴首都哈巴纳 但是跟着盯梢的俄罗斯记者 在这一板班机上并没有找到斯诺登 可以说斯诺登这次是虚晃了一枪 他的去向成为一个谜 6月21号 美方要求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逮捕斯诺登遭到拒绝 两天以后 也就是23号下午 斯诺登突然离港飞抵俄罗斯 俄外交部24号证实 斯诺登一直没有向俄方提出避难申请 只是从莫斯科转机 由于斯诺登没有在俄罗斯领土上犯罪 俄方不会抓捕斯诺登 俄罗斯媒体报道说 斯诺登23号下午抵达 谢列没接过机场以后进入F航站楼 由于他没有俄罗斯签证 所以只能留在航站楼里的过境区 据悉斯诺登23号晚上都待在航站楼里 其间与厄瓜多尔驻俄罗斯大使进行了数小时会面 两辆停在系列没接过机场外的 厄瓜多尔驶管车辆 直到24号凌晨才离开 正在越南访问的厄瓜多尔外交部长 林卡多 怕地尼奥 24号对没接过机场去 末登已经向厄瓜多尔 提交 但是怕地尼奥 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这年为为其经济网站抗室人阿参齐 提供庇护 从而得罪西方大国的 同样是厄瓜多尔 不过德国图片报23号 以斯诺登将会飞往加拉加斯为题 称厄瓜多尔避难说可能只是烟雾弹 斯诺登的最终避难地是委内瑞拉 虽然斯诺登的最终去向不明 不过维基揭秘23号发表网络声明说 维基揭秘的法律顾问 已经成功地协助斯诺登离开香港 并将继续陪同他 摆脱美国的司法掌控 通过安全途径前往拉美避难 今天中国护生股市双双出现大幅下跌 其中上证宗旨失手2000点整数位 报收1963.24点 下跌109.86点 跌幅为5.30% 创下了近四年单日之最 深圳城市报收7588.52点 下跌547.52点 跌幅为6.73% 同时护生两续个股累计200多只股跌停 同一天亚太股市也普遍走低 日本东京股市日经股指数盘时下跌 167.35点 跌幅为1.26% 韩国综合指数报收1799.01点 跌幅1.31% 新加坡海峡指数报 3087.07点 跌幅为1.2% 分析人士指出亚太股市遭遇重挫是由于市场仍在慢慢的消化 本月19号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布的暂停年底缩减量化宽宗的讲话 这讲话意味着美元开始正式收水 另外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也成为股市持续动荡的原因之一 那么针对股市震荡24号韩国政府召开会议商讨紧急对策 韩国政府今天在国会举行会议 就所谓的伯南克冲锡商讨对策 韩国政府表示 首先要努力消除美国缺减量化宽宗规模 给韩国经营市场带来的不安全感 还要制定灵活的投资对策 使韩国企业能够积极应对世界经济的变化 韩国政府还决定将外国人投资促进法修正案 尽快立法 受伯南克讲话的影响 曾于本月20日应声大跌的各国股市 又于次日收窄跌幅或小幅反弹 呈现出重归平静的势头 从同一时期新兴市场货币相对于美元的贬值幅度来看 韩国受到的冲击相对较轻 韩国支付分析认为 密切注视金融市场变化不然重要 但市场的危机感也有其夸张的一面 韩国KBS评论称 美联储主席博南克已经将美国经济复苏 列为退出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前提条件 但市场并没有消化博南克讲话中的利好因素 韩国经济学家分析说 只要韩国能够走出金融市场短期震荡的局面 美国的退出战略反而有望变为利好信号 对韩国的出口等经济领域产生积极影响 近来叙利亚局势再度升温 一方面在美国决定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之后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下一步动作成为多个国际场合的一个焦点的议题 另外一方面在战场上 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之间的熬战仍在继续 尤其是围绕北部重镇阿勒坡的战斗引发了外界的持续关注 有参与围攻阿勒坡机场的反对派就直言 他们需要反坦克和防空武器 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围绕阿勒坡国际机场的基站已经持续了六个月 23号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轰炸了机场周围的迈阿迈勒组特地区 为发动下一步攻势做准备 轰炸过后大量烟柱从该地区升级 据卡特尔半岛电视台报道 自由军使用现有的武器已经给政府军的机场造成了重大损失 自由军昌不排除强行攻入机场 但是他们依然急需重型装备 我们需要有强行的武器 如果我们没有强行的武器 我们需要强行的武器 因为强行的武器 我们现在有强行的武器 但是如果我们强行的武器 我们会有强行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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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海原营部分自由军战士的话说 阿拉伯机场战役的结果 最终取决于重型武器能否送达 他们还要求国际社会在这地区设立禁飞区 事实上随着美国政府于本月13号决定 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 迈出军事介入叙利亚战士第一步以后 美国究竟会向反对派提供什么样的武器 美国会不会在续境内设立禁飞区 成了左右战场形式的最大因素 表面上白宫现阶段明确否认会提供先进的防空武器 并排除了设立禁飞区的可能性 但显然无论是反对派自身 还是一直支持反对派的海湾国家 都迫切地希望美国能够更进一步 但是白宫也担心武器流入反对派中的恐怖主义势力 因此下一步美国的动作值得关注 近日朝鲜再次呼吁提高经济建设速度 强调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获得最佳的成效 根据朝鲜中央电视台报道 为了响应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号召 朝鲜全国上下掀起了建设热潮 金正恩日前呼吁全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 开创一个新的全盛期 据朝鲜中央电视台报道 开城进了新建成了规模较大的细水厂 建设者从处工意外的地方运来了沙子 建成新的沙餐 据韩国KBS报道 根据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下达的年内完工的指数 数千名朝鲜军人投入到建设一线 在滑雪场建设工地抓紧施工 尽管地基施工才刚刚完成 施工方却对打速度战 对争取年内完工充满了信心 韩国KBS电台评论说 速度战是以最快速度 在赤和量上获得最佳成效的 有朝鲜特色的发展方式 韩国足球协会24号宣布 在技术委员会推荐的四名候选人中 选定洪明府为信任韩国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 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 身为韩国队队长的洪明府 是带领韩国队打进四强的功臣之一 2006年德国世界杯时 他加入国足教练组开始积累教练经验 去年洪明府带领韩国队在伦敦奥运会中 夺得韩国足球首枚奥运同台领导力获得认定 据悉洪明府将会在2015年亚洲杯之前 担任韩国队组教练 此前韩国男足已经成功地获得了 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入场券 但是KBS电台报道说 自居亚洲第一的韩国足球 此次仅凭竞胜球优势 连续第八次获得世界杯入场券 比赛历程却令人揪心 反观日本队不但提前两轮出现 还在有世界杯模拟赛之称的联合会杯上 与欧洲豪门意大利队斗得难解难分 为此韩国媒体甚至直接呼吁说 希望韩国不要重蹈中国足球的负责 在距离巴西世界杯还剩一年的时候 全面更新以便开拓韩国足球的未来 本月15号中国男足国家队在一场热身赛上 以1比5的悬殊比分输给泰国队引发外界哗然 24号晚间中国足协向社会连发三封道歉信 向全国球迷和群众道歉 这三封道歉信分别是以中国足协 中国男足国家队 以及中国足协国管部的名义对外发出 在足协的致歉信中 中国足协表示 作为中国足球的管理机构 足协必须对615比赛的失利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对于广大群众和领导的批评 中国足协诚恳接受并将认真整改 而国足的致歉信则以球员的口吻向球迷致歉 清风表示 队员们对这场热身赛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没有表现出积极向上的比赛态度 没有表现出代表国家奋勇拼搏的精神和斗志 从而导致大比分失利 在文章最后 国足表态称 会以此为鉴 从思想上深刻反省自己 牢记耻辱 汲取教训 振奋精神 全身心的打好未来的每一场比赛 连日来 这场耻辱性的失利 依然在国际媒体上发酵 西班牙阿斯报评论说 在和泰国队的比赛中 中国队没有展现出战斗精神 泰国媒体 先罗运动 则直接把泰国队 大胜中国队 形象的比喻为 战相粉碎中国龙 曼谷邮报 一针见鞋的指出 中国队缺乏获胜的意愿 韩国中央日报则干脆直言 输给实力相对较弱的泰国队 丢人现眼 北阿肯德邦发生 暴雨灾害之后 救援工作一直持续 据印度媒体报道 印度气象部门 已经发布预警称 未来24小时内 北阿肯德邦 将会再次出现强降雨 据悉 现在部分地区 已经开始下阵雨 救援工作 也会因 即将袭来的暴雨 而受到影响 据印度救援部队称 整个北阿肯德邦地区 至今仍有一万五千多人被困 印度官员称 该地区已经有八万多人 被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救援部队又救出了4600多人 此次暴雨灾害 已经造成超过1000人死亡 而死亡人数还会增加 与此同时 不少人赶到灾区附近 焦急地打听着失散亲人的下落 据印度气象部门预测 该地区将要袭来的暴雨 会引发次乘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而对被困者失散者的救援行动 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新亚洲闻天下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亚洲 各位观众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